作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是维线迹原理及应用单元4 LC3的程式设计 那之前几个单元就已经介绍了一些基本的 写程式的指令 那这个单元特别介绍 程式设计的基本的观念 特别是介绍这个流程控制的指令 那本单元的课程内容 包括流程控制指令 应用必要指令的翻例程式 回程控制 TRAP指令 程式设计的观念 还有条件式与回程式流程结构 第一节是流程控制指令 流程控制指令 那包括一些条件式的跳约 翻例程式来说明 来用计数器控制迭代的次数 这是一个常用的方式 另外也可以用警戒指控制迭代的次数 那LC3的流程控制指令呢 有三类 LC3其中 LC3有三类指令 其中也包括这个流程控制指令 那 第一个是运程指令 还要搬移资料的指令 上个单元已经讨论过了 那这个单元呢 特别强调 怎么样去控制流程 用流程控制指令 那如何控制流程呢 根据下一次的储存结果 流程控制指令呢 可以改变PC 程序技术器的内容 那我们先考虑条件式的跳约指令 那LC3有三个条件齐标 分别是NZP 就是negative zero positive 负数 零 净数 的意思 好 当一个数字被储存在一个通用战权器 就是R0到R7 其中一个战权器里面 那三个齐标 NZP为一 根据该数字呢 被重新设定 那只有一个齐标 被设定为1 其他两个就被设定为0 那先例齐标的指令 包括 ADD AND NOT LD LDR LDI LEA 那B2指令 那B2就是branch的意思 分制的意思 B2的操纵码为0000 那这个16个位元的指令里面呢 11到9这个位元 就是对应NZP三个条件 齐标 它的条件的设定 那B8到0 9个位元 就是要跳去目标位置的偏移值 相对于PCI而言 这个偏移值 那如果条件符合的话 就有跳到那个位置 那9个位元的偏移值的范围 就是-256到255 那如果目标位置超出这个范围呢 就不能够用B2的指令 那我们看一下B2指令的那个流程 那首先这个PC 会这边INSTRUCTION REGISTER 指令加成器 它9个位元的偏移值 会送到这个符号衍生 变成16位元 然后这边PC PC会跟这个偏移值加起来用交法器 然后送到这个PCMULTIPLEX 多工器里面 另外同时呢 这三个外员 这三个外员 为条件的设定 为对应NCP这三个条件级标 来判断这个级标 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设定 然后这个输出的讯号 作为去决定 这个多工器 又选择的是哪一个输入的讯号 装为输出的讯号 然后设定给PC 我们看 第二个就是从这边逻辑 测试去检查那个条件 NCP条件没有符合那个条件 其便做这个设定 然后这边呢 最后多工器的输出 到更新PC 设定给PC 这要完成这个必要指令的 资料路径 那条件 翻例 那假设X是上次 战略器储存的数值 那如果X小于0 就是N等于1 的话我们就跳 否则就不跳 那如果X是小于等于0的话 我们作为设定的条件 就110 110 所以假如是 上次储存的数值是小于0 或是等于0的话呢 就跳 否则就不跳 那如果没有设定条件是 X小于0 或是X等于0 或是X大于0的话 就跳 那我们就把NCP这三个位元设定为111 这个意思是很简单 就是说一定有条件 因为NCP三个 指标一定会其中有一个为1 所以这三个去检查的话 这三个条件一定有一个 是可以配合到这个条件的 这三个位元设定为111的时候 所以这个设定条件是 随着我们 情绪设计的时候 希望设定什么条件 就怎么写 那我们就去检查 上一次单元器储存的数值的结果 影响的 设定的那三个指标 来配合 来检查 利用这些条件来检查那三个指标 条件式的跳跃 那如果处理单元的起标条件符合标指令的选项 那PC这位被设定成目标的位置 并且跳过去提醒该位置的指令 这个跳跃就成功了 那如果不符合呢 目标位置就被忽略 那处理单元就继续读取下一个预设位置的指令 就是PC加1的那个指令 那假如条件符合 then这跳去目标位置 即行该指令 那如果不是 就即行下一个指令 那本节呢 就是讲出这个必要指令 怎么样去设定条件 去检查那个NCP 三个指标 被上一个指令设定的指标 有个条件符合就会去跳 不符合就不跳 所以这个写法 就是常常会出现在 一般的情绪设计里面 所以这一节就是 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个必要 这个指令 你说得不符合 你说得不符合 你给它一让 这一节就是 点击